在经历了和潘岳明的离婚风波之后 董洁似乎一直状态不太好 逃离喧嚣的城市和无处不在的媒体 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低调参与了好朋友陈坤 行走的力量慈善公益活动 一方面是色彩心 一方面是现爱心 8月初董洁作为志愿者和80名伙伴 一起沿着珠峰东坡噶马沟环线开始的行走 一起来关心一下 你可以想作转 也可以朝前走 但是你 不能停留 我一直其实 想要去找到相信的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场中 我一直相信相信一切 他相信爱情吗还是 二十里有的 所有人都有 海拔4800米的高原 挑战着每一个人的体力和勇气 不仅要面对稀薄的空气和艰险的路况 营地帐篷也要亲手搭建 但是这段漫长而沉默的行走之路 却给心灵带来了最纯粹的喜敌 在藏区的路上 董洁遇到了很多和儿子鼎鼎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一段小小的魔术 很快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不是三星 然后因为我也很想 就是像一个剧院姐一样的 然后走在队伍当中 可能是不说话的 可能是安静的 也许是发现故事的 或者是没有发现故事的 我觉得动物所谓 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旅行 走了上千米的山路 登上了五千米的高原 连续多天的行走 让董洁的膝盖旧伤复发 各十五名成员退出了行走 然而包括陈坤在内的五十多名志愿者 还将继续行走下去 这么多的队友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 虽然我是个女孩子 然后队里面还有其他的女孩子 只要是坚持走下来的人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哪怕是走一天也好 哪怕是走完全证也好 我觉得我都非常敬佩他们 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行走的力量 然后去找自己内心的那种宁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